陸客熱門景點日月潭攬車 每到假日總是塞到不行 但業者最近可是有苦說不出 今年年初人數就很下降 那在今年度來講 比往年減少了大概有30成40% 大選後觀光業拉緊報 據統計原本每天7 8000人的大陸團客 在3月20號後 只剩下5 6000人 減幅高達25% 衝擊一定是會有 一定是會有 這個有的時間應該會長達2 3年 原來傳論上是說 講1 3分之1到3分之2的減量 但是現在看起來 似乎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陸客人數大減 直接反映在旅遊業 航空業 遊覽車業者身上 接到相關的資訊 就是大陸的民眾 鄭州的民眾 想要到台灣來旅遊 結果他們去申請所謂的大通證 結果他們的當局 卻以空白證件不足 來作為旅遊 所以他們也取消了來台的旅遊 觀光局指出 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底 陸客團每日配額放寬到8000人 3月調回5000人 才會造成人數大減 但早在過年前 就有花東業者傳出 業績掉5成 大陸那邊出不了團 以前八成九成 減掉一半 很多的國外的市場 還沒有開發 像日本 那我們怎麼樣讓這些 國外的旅客 來取代中國大陸來的旅客 希望能夠再度的放寬 一輛輛載著陸客的遊覽車 成了台灣觀光經濟命脈 但過度依賴陸客 有業者之一風險太高 觀光局表示 未來將祭出方案刺激日韓客 平衡觀光客源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